所以我12月10號下飛機 12月17號 下飛機的時候 我在12月11號 就在 彰化銀行董事長 梁國樹辦公室打電話給 李總統辦公室 蘇智智接電話 拿起電話說你是蔡吉言蔡先生 那個副總統交代喔那時候他還是副總 說如果你從美國回來 請你到總統府來查序 那好啊那我想跟他見個面 你跟我排個時間就排在 12月17號的下午 4點45分 我就去啦 我是怎麼去了 搭那個bus去 然後 帶來我要帶給他的禮物是一本書跟一盒 高富球美國買回來了 然後 進去以後我想只有15分鐘 我就非常把握時間 沒有什麼說廢話 接著來 中間有個茶几他坐這邊我坐這邊 我說老師 你有準備喔 這個人在要死 他說 不會啦 每天做回答都去面 情況還好 不會啦沒問題啦 我一看說 那一個面都已經 氣息 宏德發子 這個要做風格 他也不知道他要做風格 老師 這個 蔡先生喔 兩眼直視 在電視上看 通膏不動 這種人想起一個月就死了 中醫學原理 中醫學診斷學來 通膏不能轉動 頂多是兩個月 所以說 民憲不敢的 我看爺端心已經熄了 這種人 這種人 一國就死了 說你要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每一天都兩個醫生 兩個佛事 到底的什麼 如果有什麼突發事件 兩個醫生跟兩個佛事 絕對能解決問題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一直在問我功課 你知道嗎 這不是要問的 對不對 功課都還好 考試都還好 但是論文題目 我一翻再翻 找到一個 上天的題目在下 他就給他關心啦 我送他高夫球 他說 我有球很多 很多人送我 打不完 你拿電子自己用 我一本 Golf的Atlas 就是 全世界最有名的 高夫球場的 那個名目錄 這本書很漂亮 我要來 他就拿去了 他說你快點完成 報仇學位 等你完成報仇學位的時候 我送你一套 真好的高夫球 球桿 跟今晚還沒拿到 我也沒有完成協會 因為我博士論文到那裡 只要在那裡 換一個就全意見了 我想 我就是五十個月了 我來去死了 沒有學位就沒有學位 有學問比較重要 我就不在插 然後呢 我是12月17號 我跟他說1987年12月17號 1988年1月13號 那個人就死了 我跟他咒詛他算算死了 我的病亡馬亂來 13號死 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 發生政典 14號 早上我就去台北 街頭 四個學 學看 到最後也是 哇 對上山 非常流行 有裝甲車 一般的 有一次在湧村坡 湧村坡是一個房地 也很重要的 這個 基地 我開始 不方便 我想到 到底 是安裝 裝甲車 一次到 湧村坡 15號 我又這裡 我太沒辦法 16號 那天 我想到 到底要找誰來講 因為我卡在電話 電話 是米總部 都不通 所有電話都換 都不通 在總部 在總部裡面 七天都沒有出來 這 安全很問題 真的沒有死就死了 心臟變化就死了 所以到16號 那天 我卡在電話 陳先生 陳仲謀 我都在找你 本來你都說 他的死 我都不相信 金錢 一個月就死了 你知道嗎 我都想說 你一定有 事先都 有太過了 他死了的時候 要做什麼做什麼 你有太過 所以一直在吹 卡電子吹 卡電子吹 你都沒得了 我媽媽 也沒有寫電話號碼 也不知道 沒有寄名說 是陳仙人卡 還是蘇仙人卡 都不知道啊 我又沒辦法付錢 我也都不知道啊 他說你快點 快點來我家 快點來我家 16號晚上 我快點去你家 跟他討論 就怎麼樣 剛才 每天 他都不再出來 自己人去 我們去教會而已 他要去祷告 要祷告 是有作用的呢 祷告就是 一個 長老教會 牧師 胡同 不管我們就已經 順利 接下來 但是順利接下來 不是他就那麼樣 順利有權利 他沒有權利 看看 一直到1995年 他說96年 要選總統的時候 他要跟我的學長 陳西坊教授說 你要把我的學生交來 特別那個蔡紀元 因為我技術很多嘛 他要跟他說 我剛 陳教授跟他記名的隔天 我剛有事情 從台南農政去 我想要去跟他打招呼 我昨天跟老師見面 他就交代話 我講什麼話 他說 我每年要選總統 民選總統一定要參加 但是你們這些學生 一定要百分之百一千 大家沒人想說我有權利 老師是空閣的 知道嗎 空閣的 沒有權利 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 他只不過是一個空殼的總統 這樣 他沒有辦法 政府合作人說的 陳水平當選總統以後 總統府裡面大大小小都是國民黨 他怎麼做事啊 不可能啊 所以那邊沒有要翻到嘛 如果中台 疊工 520英工的時候 他翻到 情況就不一樣啦 這些人都要調查 都要抓起來 審判看到那個 貪污付法務嘛 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 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為什麼 情治系統不在他手上 情治 在李登輝時期 一直到1992 92的時候 93的時候 蔣下有吸掉 大權是在宋處於手上啊 很多人不會看政治啊 我在9394的時候 在張商校會員講 我是張商畢業的 在校會員講 大概人大概這樣這麼多 五六十個啊 做無虛擬啊 我說 台灣近年來的政治經濟問題 的這個分析 我的學長學弟妹 我說 給你們考慮 這個時候 蔣下有時候 誰是中華民國最有權力的人啊 大家都說李登輝 我說不是 豪泊村不是 李延處不是 第五月才說 宋主義跟不是 說 就是宋主義啊 所以宋主義 國民黨跟民進黨 各派代表 四個代表 他在做 修憲後面的一些協商啊 然後一再觸交 一再觸交嘛 重點就是要說 任用一個行政院院長 不必立法院通過 這個事情 然後另外就是要把 台灣省政府 凍結掉 不要讓他有 過去那種功能大權在貨 然後一個 一個案子蓋700個章 像花蓮那個 海洋公園那樣 蓋700個章 拖了好幾年嘛 作用是在這裡嘛 宋主義跟李登輝 這樣 來打 他在 省議會 省政府裡面 成立一個反動省修憲聯盟啊 李登輝在 1997年那幾個月裡面 瘦7公斤 瘦7公斤 可以想見宋主義力量多大 他沒想到說 大家 那種 台灣意識 台灣的情節 對李登輝那種李登輝情節 強烈 所以 本來李登輝不是反對你連送配啊 李登輝是主張連送配的啊 是送也不要喔 連也不要 最後結果都 大家都罵 你兩個人都罵 李登輝就是你 沒有 安排好 所以才會這樣 是你倆都沒有啊 你本來就在有心結嘛 就在促鄉矯徑嘛 在連戰擔任 行政院長期間就開始在矯徑嘛 他選政府主席 他行政院長 他就在背貨嘛 宋主已經把連戰當成假想敵了嘛 就在打了嘛 打到後 連送配不能成形 我以前跟李總統講 97年我有跟社會講 我說老師一定不要鬆口說 你不選2000年的總統啊 為什麼 如果你繼續當選總統的時候 你繼續競選的時候 你當選總統以後呢 你可以只剩四年 再四年的時候你可以大刀闊戶改革 同時整個國民黨 讓這個勢力宋主義就瓦解了 這樣是最好的辦法 他也想再選 他也知道說再選 總統的時候 再三次年給他的時候 情況會完全改觀 1996年 1996年 本來是 要 這個李彥哲 當行政院院長 整個內閣完全改掉 完全換人 都換人 老舊國民黨勢力都完全出清 就李彥哲組閣的時候 全部新人 那新氣象才會走 那改革力量才會出來 當時的名單裡面 外交部政策是李秀年 財政部政策是蔡吉彥 那不是我去唱的 那是李彥哲裡面的幕僚 去討論的結果 他也同意 他看見這個好 只要李彥哲 當選委員長 這些人就扶上檯面了 這樣才發得大副 大副都改革 結果他們知道啊 李彥哲 總統府回到 蔡英師在外面放話說 還是連戰連任最好 所以就連戰連任了 連戰連任的結果就是 整個內閣都沒有變動 跟他本來做行政長完全一樣 改革就已經沒有 沒有機會了 所以李彥哲那時候沒有堅持 沒有跟李彥哲說你加點 我跟蔡英師說你加點了 他拚到啊他沒有拚到 我自己拔先我就拚到 後面有那麼多台灣人民在這 他為什麼怕 這個厲害就是在蔡英國厲害 各位 我們不得不佩服蔡英國厲害 蔡英國在 1984年重用李登輝的時候 不久 1986年 就容許民進黨組成 民進黨組成的時候已經 在情報局訓練很多職業學生 混進黨外跟民進黨 裡面了 在主導民進黨一切 來 當李登輝有一些動作 不符合國民黨利益 不符合蔣家政權利益的時候 民進黨可以來克制他 所以李登輝 只好小心意義這邊 走國民黨這邊走民黨 就小心意義在那邊軟旁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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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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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sécurité 那一點應該有的成就嘛 那個總統明顯是在1994年弄出來的 就是國民黨的那個十幾屆的三中全會裡面 大鬥爭 鬥爭出來的 但是當然1996年都算最關鍵的四年 他就去討議政了 討議政當然是在學看名 對啊 這就不猜那四年的時間 我們才把他回過頭來想這些問題 是機不可思的四年就這樣 無聲無喜的過去了 所以他今天最懊鬧的 就是那時候他沒有我那個刺破 我在治理行間在寫信的時候 或者在口頭報告的時候 跟他說一定要有革命精神 今天把這個月還給大家報告 我們在座的國會一定要結平精神 我們不是結平團體 但是我們所作所為 都是結平成的工作 所以每一個人來這裡收分 都要建立自己結平精神 要堅持到底 站到最後一兵一組 做到爛死 那就賀哲 賀哲在1896年 早安我說那個賀哲 變成以色列的國父 1896年他很年輕的時候 他做一個 超三十多歲的生 他做一個記者 他看著說 Dreyfus Dreyfus 這個人 一個猶太人 被冤枉 被那個法國的國防部 把他判他有罪的時候 他很 內心很震撼 他說我猶太人 對國家 不管啊 不管怎樣 緊張 做事情 不管怎樣 我講話 不管怎樣多大 只要有發生 一點點的 五歲 就去讓他破形 去讓他去台 這樣 很難嘛 所以他就 自覺 馬上解誤 到後來他就 下一個猶太國 這個問題 然後組織一個 這個全世界 就是世界猶太建國聯盟 但是他在烏干台計劃這個案子 他對張柏倫做妥協心 在那個 世界猶太建國聯盟裡面 說贊成烏干台計劃心 馬上受到他的同志的攻擊 他沒有辦法這樣 心裡很順暢 很舒服 那個感覺 他就開始 嘔吐了 嘔吐到後來 就死了 40幾歲就死了 1904年就死了 從1896年到1904 八年而已 他差不多44歲就死了 正直勝壯之年 他死了 他死了 好解他是什麼 為什麼要接手 為什麼要接手 這麼30個國位 所以我們這些提拔人才 沒有管理人員 是管理的腦筋 可以嗎 管理腦海裡面 裝的是正確的東西 或者是爛東西 你頭部裡面 如果做一些國民黨的勢 你打到旺中也不好 但是你如果25歲30歲 可以了 就可以獨當一面做大事情了 你觀念是正確的 你一直堅定 你有那個用心去做一些 思考 要去研究 要進行你的工作 一步一步做得很好 你就是人材 不是說 你博士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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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還是那個什麼 說 泥水匠 氣牆的 喔 你怎麼跟著毛澤東 去搞革命啊 他不是做大元帥 你想說 那個土水塞 土水塞 是可以做什麼 我希望我們也有土水塞來參加 有台下 台下 沒關係 只要你有政策的觀念 你可以做事情 想起碼的做理長 喔 你如果人家有更好的做市長 更好做滾手 做得好做酒長 都有可能啊 我們需要人材所謂 我們需要老中青 喔 不是像阿扁都找統治菌 老火都沒用 所以統治菌沒有經驗 我們就是老中青 老火啊 把他過去所看 所見所聞 喔 他的生活經驗 喔 跟他過去吃了很多苦 那樣 那個養成那個堅決的意識 那個東西 憲哥的意志 要把共同泡水 要把中華民國關照這個意志 把它傳下去 給中生代 給年輕一代 這是我們很需要的 我們不知道當時我們的成功 所以我們一定要老中青 三代一起來 每一個單位 都要老中青 讓人接下去 我一個人 做個三當五當 就要換人 還是我做 誰做 六當八當 還是說十當 就要換人了 不當師位素餐 這樣條條 你要培養人材 一個個單位 就要開始培養人材 今天 是怎麼台灣做不好 李電話自己很萬壇 兩年前 我一次遇到高金郎先生 他告訴我 你李電話先生 我前兩天 直到老總統見面 跟李總統見面 我說他說什麼 他說他很萬壇 他說他很萬壇 他說他要萬壇什麼 萬壇 這樣 神議員 萬壇 非人人 我說 identifying 高先生 他做十二年的總統 二十年前 他便做總統 現在我們20年後沒有人材 那不是我們不對 說人材是要訓練 人材就要把他 不用 要把他放在一個位置上 給他做看看 做一年 兩年 三年 就把他包他 再包這個位 這個位子 換這個位子 這個工作做做的 有經驗嗎 有師父有經驗嗎 再來換一個工作做 做看看 人材是要多方面 全方位 每個人都沒一件 不用說很專門 他每個人都沒一件 專家在說什麼 他聽到就好了 他做決策的心理 是 很開闊的胸進 很遠的 看清楚的眼光 那才是人材 不是說我這個位子 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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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不棒 不夠胸進 不能容納人才 不能容納新的 年輕人的人材 眼光看不見 就看著說 我明天怎麼樣怎麼樣 後天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看到說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後 臺灣 那不是人材 我們現在希望說 每個人都看到五十年後的臺灣 也許我們自治要五十年 我們這麼好的把所有的中國賽 都把它放掉 國民黨那種的 放在我們 國民中間 我們每個本土台灣人 那種的 錯誤的觀念 跟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錯誤的行為 價值觀 都要改變過來 跟流取過來 往正確的方向 去建立新的觀念 這樣 我們才好 建立國家 將來我們臺灣 這個國家 才會變正常發展 才會說 每一個人 可以快樂 和幸福的生活 人跟人之間是非常和諧 互相尊重 尊重對方的人格 尊重對方尊重我 我們想說 欸 施封的人說 我雖然反對你的意見 但我充分尊重你所講的話 你有公為全力的 在中國觀念裡面 在中國師匠 跟中國文靈裡面 沒有這種意味 沒有這種意味 跟現在唯我 當時共產黨 一黨專制 國民黨也一樣 民黨起來也一樣 別人說 都不是話 他講這些話 所以我們今天 講到這裡是 痛測骨髓 六十五六年以來 被中國文靈這樣被人汙染 我們很先進的政治文明 台灣非常先進的政治文明 我們很先進的經濟建設 給他五十五十年以後 是變成典型的落後國家 觀念上落後 文化落後 經濟落後 我們落後在人家後面 所以說來講其實 我們 本土台灣人 有九十年 這個有九十年 可能是 上例給我們一個 考驗 磨練 我們如果有這個角色 大部分人 本土台灣人有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們就要真正說 先自己 整肅自己 讓我們每個人 變成一個 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堂堂正正的本土台灣人 完全全百萬一百為台灣接種 都很性質 很正直 很正直 很正直跟誠實 寧可 不說謊 不要為了小 小恩小費小利 來說謊 寧可老老實實的 吃點小虧 不要說為了那些小利小費 來撒謊 那是人家的表現 所以基本上 我們過去 台灣的社會 我記得 小時候的時候 沒有差勁 我們問不要做 不要做 我們問都不要做 也沒有差勁 但是我 打到初中的時候 開始有小偷 再來 開始有 太郎 手夾 那是很怕人的 社會向下承認的速度 是很怕人的快速 今天是台灣已經變成 最多令人痛心的一個地方 環境汙染 心靈汙染 不正確的觀念 一直在散佈在我們社會 價值 混淆 實在是 想來騙人 騙人 他也說他很厲害 像楊瑞人這東西的行動 很英雄 因為什麼 他貪 對人家為百多的 那些人 那些人出來說 一百多 一天在加起來 還可以操作股票 這是什麼樣子的體制 在一個先進社會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有錢 他就去買收 買收 再預渡 他就可以操作股票 這就是做股票 這樣我們是在關 不公布他 跟這個程度 這個政府要死 都是我們支持的政府 都是我們去投票的政府 你說國民黨貪務髮 不改 他就整個體制上路 腐化掉了 已經無解了 民進黨號稱要改革的時候 好 我另一方便出來 就是改革 我民進黨出來就是要代表台灣人 本土台人 要和他拼 要怎麼做 做什麼 就做啥啦 又被當什麼都沒做的時候 這一次又叫我們去 投票支持他 我不知道你們要怎麼打 我不知道我是投不下去了 我投不下去了 我不會再去找任何人幫助他 所以公假告示給大家參考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理解 請你 好 他不然讓老家吃飯